来 各位小朋友 读完了课本 我们现在要来读我们的作业 所以拿出这一本作业 Buku Activity 作业 好 黄色的这一本 好 跟课本的页数一样 我们要打开第几面 同学们还记得吗 第十三页 对了 第十三页 好 我们打开了 来 我们来先读题目 Tandergan 滴 好 或者是Bato 就是一个打勾 Bada jawapan 仰Bato 好 Tandergan就是要你们打勾啊 打什么 打勾 在什么 地方 对的 答案 Bato是对的 jawapan是答案 好 所以这四个图 你们都知道它的 意思了没有 还有国语的词汇了没有 如果还不懂 你们就不能先做 骰子 国语叫什么 牙齿 刚才我们的文章也有读了 叫什么 这个胸膛 我们的胸部叫什么 还有我们的下巴 还记得叫什么吗 要去确定会了 我们再倒回来这一页哦 好 现在我们去第一题啊 现在你们都会了对不对 好 我们就来第一题 好 第一题你们看 这边有两个选择 有看到吗 一个格子画起来的 然后 第一和第二上下 对吗 所以等一下你们打勾 是打勾在这边的 好 好 我们先来读这些字 这怎样读 它稍微把它分开了 因为好像你们读 这个呢 所以这个骰子是 还是 对吗 所以就打勾在这里 这个要不要打勾 要不要打差 都不用 这边没有讲到 好 好 什么是打打 胸膛 对吗 胸膛 好 第二个 牙齿 牙齿叫什么呢 可能有些同学很聪明 已经会了 好 牙齿叫什么 鸡 鸡 还是 巴 鸡 鸡鸡还是 巴鸡 鸡鸡 对了 所以在鸡鸡那边 打勾 好 什么是 巴鸡 巴鸡 巴鸡在我们刚才的句子那边有的 你的意思啊 巴鸡是给 再来第三 这是我们的胸部 胸膛 是 打 打 还是 鸡 鸡 这很简单 上面都有问过了 打 打是胸膛 所以这个是答案 所以这个是答案 打勾 鸡鸡是牙齿 在这里的 牙齿 所以这边不用放 再来最后一个 这个是 你一定要先知道他问什么 他指黑 你有看到箭头吗 指这个下巴 所以是 打 度 还是 打 鸡 下巴是 打 鸡 所以我们在 打 鸡 这边 打 勾 这里 不用做什么 好 所以这四题 只是打 勾 而已 很简单 好 所以现在来到 十四页 这一页 好 一样的来读题目 Bulat Gan Bulat Gan 圈圆圈 Jawapan Yang Bato 对的答案 Jawapan 答案 Bato 对的 好 所以这边有 你有看到吗 有A和B 两个答案给你选 你假设是A 你就要圈整个 A也圈 Dagu也圈 然后这边 我要你们写Dagu 不要写A 写Dagu 这样子 好 我们一题一题来看 来 我们来看第一题 A D A D 好 这个是不是刚才 我们十四页的句子有读到的 Adi 是他的名字 Ada 他有 Adi 有 他有什么呢 你们看图画 他有一粒好大粒的 骰子 好 所以骰子 A 他给你选择 Dada B 给你选择 Dado 所以 所以 骰子 是 Dada 还是 Dado 什么 B 对了 B 所以我要你们把B圈起来 然后这边写 Dado Dado 把它抄上去 好 第二 Gadi Ada 这个也是刚才的句子有的 Gadi 它有什么呢 它有 下巴 下巴是Dagu A 还是B Dado 下巴是Dagu 所以圈Dagu 写Dagu在上面 好 第三题 Gadi Ada 这个Gadi呢 它有什么 句子也是有的 如果你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会 你可以看回那个 课本的句子 对吗 好 课本的句子 这边的 还记得吗 可以去对照一下答案的 好 第三 Gadi Ada Gigi Gadi呢 它有牙齿 Gigi A是Dagu 所以答案是B Gigi 就圈 然后这边写 GiG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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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最后一题 Gadi Gosho 刚才 不止 我们的 课本写 Zuji Gosho会更恰当 因为那边 它要你们 读Zuji 还要你们读 熟悉Zuji 好 Gadi Gosho 它在刷什么 它有牙齿 它在刷牙 牙叫A Dada 还是B GiGi呢 牙齿是GiGi 就圈GiGi 可以吗 Gadi Gosho GiGi 好 做完了 我们就来重复一下 读一下句子 一定 这个 这一刻的技能 要开始学简单 读简单的句子 好 我们来读第一个 所以小朋友继续努力哦 拜拜 拜拜